在第27集团军某训练基地,为备战扑澳大利亚比武竞赛的集训,只剩最后一周。 参赛队员们正在这里进行最后的训练。 即将远赴重阳出国参赛,他们要做好哪些准备? 最后一周的训练又有什么独特的要求? 即可深入集训基地,实力见证出征前夕参赛队员们的训练和生活。 感受队员们胆打必胜,用不挑战的拼搏精神。 军事纪实本期播出远征前夕,中国陆军备战国际军事比武大赛纪事支,征战澳洲的枪手下集。 国陆军事室 这个时候可以不打 但是你打错吧 不错 富澳比武级训队的步枪设计训练场上 一场模拟设计比赛刚刚结束 来自盛家庄机械化步兵学院的教授 正在对比赛中出现的问题进行讲解 你的身后也还有一个小号 这个小号和把刀号是对的 他俩队员的自然队员是对的 如果错了 赶紧就打错吧 距离赴澳大利亚参加射击比赛还有七天时间 为了让队员尽快进入竞赛状态 刚刚模拟了一次比赛式的流程 可是没想到出现了意外 一名队员把刀上的目标榜没有成功起诉 在忙乱中把子弹打到相连榜到队友的目标榜上了 马上就要出国参赛 竟然出现这样的失误 作为步枪组组长的孙金龙 神色凝重 您出国实际上这样的大赛肯定他会紧张的 但是怎么样调理他 这是我们这最近一个时期的重点 澳大利亚陆军轻武器技能大赛 是由澳大利亚国防部组织的国际著名赛事 从1984年开始 每年组织一进 本届大赛计划于5月份举行 包括中国 美国 英国 等18个国家 20支队伍参赛 在我们国内 一般都是我们一线作战部队的 过来搞比赛 但这次比赛呢 它既有一些国家是一线作战部队的 但也有一部分国家 它是专业队 它是专门组队 常年组织备战这些东南亚一些比赛的 属于设计俱乐部 行事的 为备战这次大赛 第27集团军 从报名的训练尖兵中 挑选出了14名参赛队员 组建了这支集训队 标准就是两条 一个就是设计技能非常过硬 再一个就是心理素质 要非常过硬 就这两条 40多天前 来自第27集团军的孙金龙和多名参赛选手 来到这片训练场 开始备战澳大利亚陆军轻武器技能大赛 经过选拔淘汰 他和另外13名队友 最终获得出国参赛资格 下午的训练课目是 步枪团体跃掌设计 队员们要全装跃进100米之后进行设计 既要求体能速度快 又能迅速稳定设计 为此 集训队专门请到了 施加庄机械化步兵学院的教员 为大家讲解体能训练的方法 需要咱们动用体能的一些 基本的要素 第一个方面 在比武竞赛的时候 赛前的动态拉伸 两个手 够在胸前 向他蹲 动态拉伸一定要慢 每一个动作姿势都在拉伸不同的功能 要慢 要慢 然后再慢慢起来 慢慢起来 一定要保持中立位 然后回到70 自然大家平时一直都很注重体能训练 但是如何把体能训练 与射击训练结合起来 了解的还不多 最伟大的拉伸两个 第一个是手足爬行 手足爬行 这个玩过 去年玩过 对 可以往前走 可以往回退 可以往回退 一样的 手往回退 也是一样的 对 你看这个东西 跟咱们跑步没关系 能提高咱们的成绩 做好了 简单而实用的训练方法 战士们很快就掌握了动作要力 体能训练完后 已经接近晚饭时间了 集训队的喇发里 准时开始播放舒缓的轻音乐 但队员们训练还没有结束 跃进一百米进行设计的科目 即将展开 即将展开 Go Anyone not ready Go 射击完毕了 因为距离靶场较远 孙金罗马和步枪座的队员们 要乘车前去验吧 看看打得怎么样 咱们挺鲜利 开车去先吧 现在哈拉米鲜 太长了嘛 你刚刚把那半个鲜 开车没有快 这次感觉非常好 因为我觉得我这个枪偏流特别大 现在是26号 跑了4号 这两个 圈的一圈就是马上了 打了 偏上了那么一点 第一轮打得这个点一点偏 第二轮修回来 除了看自己打得怎么样 孙金龙还帮助队友一块分析 观察弹着点 作为步枪座的组长 孙金龙十分坦率 诚恳 很有责任心 即将出国比赛 孙金龙和他的战友们 该怎样维护好他们的武器 又有什么突发的情况 干扰了他们的正常训练 他们能否顺利完成 最后的转飞 军事进食正在播出 远征前夕 中国陆军备战国际军事比武大赛 祭祀之 征战澳洲的枪手 下棋 中文字幕志愿回音乐 中文字幕志愿回音乐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在战场上 武器就是战士的生命 对武器负责 就是对自己的生命负责 参赛队员们 对各自的武器 也都十分爱恶 孙金龙给我们介绍 枪支每天打完之后 枪糖会挂铜 必须用抽筒剂浸泡擦拭 那枪是每天都要保养吗 每天 就是这个 但是一个疼 就是挂在这个枪糖里面 对这个精神可以有一定的影响 他们的枪糖呢 做的当中呢 有步骤非常光滑 就是形成一份残渣 在它糖线里边 这个残渣呢 很细弱 枪糖的温度非常高 瞬间呢 可能有一部分融的感觉 就把糖线 逐渐逐渐给堵住了 那么一旦堵住 但是再飞行的时候 就不稳定了 对于参赛的队员们来说 擦枪时 也是他们难得的休息时间 互相开开玩笑 放松一下心情 调节一下气氛 和孙金龙同中一物的牛尾本 就是不清楚的开心 我给你介绍一下 我们这个 二十七军的孙金龙 最大的特点就是 脚臭 辣眼 长大气 对 他喜欢他还臭 你别装行不行 你昨天还说自己闻不见 今天来个本性 你喝门就啥事没有 你赖你赖你 昆旁鼻塞 你喝门的 别的都适得撞 他喜欢咱们的味 刘伟伟来自三十八集团群 和二十七军的孙金龙不在一个单位 但是都是训练尖子 二零一四年参加比武的时候 就成了朋友 别看了 非常优秀 那意思 你这话里有话 没你优秀呗 除同 仔细擦拭每一个零件 上游 刘伟伟又对着灯光 看了看枪塘 确保枪已经擦拭干净 这边孙金龙的枪也快擦完了 你能听懂他们英语说的口令吗 你们有没有这样的集训吗 英语说的口令 简单的口令 比如说 前进了 上的羊了 关保险了 那些 你不不在选拔中 怎么样过来的 边路边路认识 他们这些原先出国的队员 他们也非常热心 就是说 在我们这个队 本来已经 自己有一些好的想法 好的做法 好的动作 好的体会 它都给你交流 说那么些 你觉得就是参加这次比武的 对你个人来说 有什么最大的意义 意义吧 找不出了 过来两年了 我没出于 我当时一直想象了 他自己处理 算是一个小医院 时间一个医院 那也就是说 单位把我 培养成一个干部 我感觉应该 这个单位做什么 就是多做点做 或许 每位参加集训的队员 内心里面 都有各自的梦想和追求 孙金龙 刘北斐 还有许多其他的队员 因为共同的任务 他们集合在这里 为了心中的梦想 和肩上的责任 他们都在默默地努力 这一天 气温突降 一大早就下起了小雨 但集训队员们 还是准时来到训练场 开始训练 多天时间 第一轮过去 我都非常费 第二轮过去 所有的瓦子全是正的 第二轮过去 所有的瓦子全是偏了 偏油了 但是光是左右偏 高地也都偏了 每次我们比如打三轮 前两轮的点非常正 一超过两轮以后 我就开始偏了一点 就得往锁修 不锁往这不行 所有的瓦子 所有的瓦子 在训练中 却不见了刘伟伟 你过去也打不了 现在我看 我刚从那个场景上回来 没事 我打得点就行 必须把点找好 过两天 我估计没有那好 这个右脚是吧 原来刘伟伟的脚 在训练中扭伤了 但他还想去参加训练 拿枪的时候 要走 拿枪 因为脚伤 为了保证尽快恢复 刘伟伟不得不在宿舍里休养 医生过来看了吗 看了 他说先冷敷着 然后吊起来 然后又吃这个药 这个活血 化瘀的 着急吗 肯定着急 我感觉影响最大的就是 最后那个团体 那个比赛 然后有这个过障碍的 好的 会影响 你有一个人 有伤 发挥不好的话 都会影响了团体的成绩 肯定会 希望他又快点好起来吧 天色阴沉 雨也越下越大 还有三天就要出货比赛 刘伟伟的脚伤能不能尽快恢复 他还能出货参赛呢 雨过天晴 阳光灿烂 这是集训队在操场上 进行最后一天的训练 不比 不问 不想 不问 不比 你比我打得好 他比你打 不行 不问 不问别人的成绩 也不问其他的 不想 比如说 不想 过去的灰火 曾经打过什么 你不想 只想 只想下一条蛋 刘伟伟伟又回到了训练的队伍中 他的脚看上去已经好了很多 灵子弹 装弹夹 在训练进行 刘伟伟又恢复了他训练场上的活跃 照顾他呀 你那个脚没事了是吧 我先安慰一下 我的脚好多了 比我 我昨天把空盆给磕了 哈哈 我又空盆了 别别 我理啥饭也好看 我说你跟我一样 哈哈 结果他理我厨房 我在 把屋子都在空盆一样 脱了 脚都开了 我去理饭 第二就是人家问我你理啥 我说我理颜色 颜色不用洗了 我往那一坐 给我背上了 我闭上眼 想睡一会儿吧 我听到这个推子响 我一推子响 他两边开始给我推了是吧 然后他就一手扶着我肩膀 一手就啪 两天 我一转眼 你理啥 两天啊 我说行你理吧 哈哈哈哈 这个脚好意思 哈哈哈哈 哎哎哎 你都可以帮我告诉你啊 你这头里着啊 真的 挺好 哈哈哈哈 一切准备就绪后 训练马上开始 这天上午 他们训练任务不重 主要是出发前找找手感 熟悉一下比赛流程 好 fighter low action 投入到设计训练中的刘薇薇 深情专注而严肃 其他队员也都应该平时的说说笑笑 全身贯重于他们的目标 仿佛整个世界都安静下来了 等待着他们激发的那一刻 就要出征了 孙金龙 刘菲菲 还有这些可爱的战士们 五十多天前 他们从全国各地集合到这里 无数次的卧道 装填 瞄准 激发 或许 射击比武对他们来说 已经不仅仅是任务 还包含了一份职业的坚守 和对荣誉的期待 他们是带着梦想和责任处长的 也许愿他们能够带着荣誉和喜悦 胜利归来 中国战区陆军狙击手比武竞赛 即将拉开帷幕 这是中国战区成立之后的首次狙击手比武大赛 而在这次比武竞赛中 五十四集团军参赛队能否经受重重考验 一名预备队员又是怎样走上赛场的 他和队友在赛场中经历了怎样的四十二小时 军之计时近期播出 狙击枪手对决计